中山非常道 相信大家都知道周克华是谁 原本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 只是恐惧一个叫做平头男的杀人狂魔 后来当大家突然有一天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 还没来得及把这个名字和那个让人恐怖的八年的平头男联系起来 那个叫周克华的就成了一具尸体 所以中山我此刻严重相信 这个叫周克华的男子确定必定以及肯定的在这个世上消失了 我心中充满着对那两位在近距离枪战中将周克华乱枪打死的警察的佩服 对那些为了抓捕周克华付出艰辛努力的公安战士们的崇敬 消灭汉匪 这当然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对于崇敬的警方发布 我想广大人民群众都是相信的 我甚至觉得那些话语有的还闪耀着智慧光吧 可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觉得这件事有蹊跷 有人甚至觉得被击毙的都不是周克华 讲整个事都是个乌龙事件 而且还讲的有鼻子有眼的 虽然中山我也支持重庆警方 不过深圳不怕影子歪 既然不同的声音出来了 咱也不妨听听那些不同的意见 因为怀疑也是老百姓的权利 我也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 重庆警方一定会用事实依据和证据 来将大家质疑的案情说明的轻轻重重 有人说了 周克华被击毙的当天 警方通报周克华八年时间里 跨越三省作案实起 杀害十人 他们觉得这个说法 那警方是如何确定在死无对称 未经审查核对的情况之下 就认定那些全都是周克华干的呢 如果说警方早已确定目标 那为什么在这八年时间里 不能够早日抓捕 或者及时公布通缉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反而让他伤害众多无辜的群众呢 如果说周克华那么难抓捕 那么多省的那么多神探 八年都找不到他的踪迹 那为什么这次只用了几天时间 就将他击毙呢 警方在三省的十条人命的案件 一直都未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是谁 这一点体现在了通缉令上 那么周克华被击毙之后 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又是如何断言以往的案件 全都是他所为呢 警方证实重庆哨兵被杀被夺枪案 也是周克华所为 可是警方在周克华的身上 找到了两把手枪 并没有那支哨兵的步枪 那么步枪在哪里呢 中山我相信重庆警方掌握了相当充分的证据 他们的做法肯定也有充分的理由 那么那支步枪只是暂时没找到而已 总有一点会找得到的 我相信讲实效讲效率的重庆警方 肯定能在第一时间披露相关证据 将那些望闻生意信口开河的推测 一一的推翻 又有人对那些击毙现场的照片产生了怀疑了 他们说看照片 死者是俯卧倒地的 面部朝下 周围的人根本看不清全貌 也无从鉴别是否就是那个通缉的周克华 以前公布的周克华的通缉照片 偏瘦 肤色发黑 脑壳是尖消的 眉目紧索 那么现在这个被暴毙的周克华被握的照片 看是明显偏胖 白净 脑壳是方正的 至于五官就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另外现场照片 死者几乎是没有脖子 而通缉令的照片脖子很长 现场和通缉令照的肩膀的形状也不一样 通缉令的照片是溜尖 而且从衣着肤色气质发型来看 死者像是城市或城镇的青年 不像是乡下的村民或山民 在长沙时住在墓地棚的树洞里 在重庆也住在山洞里的那个42岁的中年男人 你说桃窜八年保金风霜 怎么还会那么白净 穿得还会那么整齐干净 甚至那裤子还是笔挺的那条线都能看得见 皮鞋也是最新款式的 真是比天天宅在家里的人还讲究 这不符合常理 而且从主流媒体得到的目击者证词也有问题 中国新闻网标题 周克华被击毙现场目击者称 最近离奇不到一米 有这样的一段新闻描述说 我们家是卖菜的 早上 今儿早上我爸爸六点多钟就给我妈妈送完菜回家 发现走在前面那个人 很像通缉令里面的周克华 当时我爸爸后边还走着一个人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就是便衣警察 这是樊小姐告诉中兴网的记者 当樊先生正和路边贴着周克华的通缉令在核对人像的时候 哇塞那周克华突然就转过身来 说当时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 于是樊小姐就说 这樊先生刚准备打电话报警 发现周克华突然转身 我爸爸说当时看到周克华腰里就有一把枪 当时他被吓坏了 赶紧握把周克华迅速的跑远 不一会儿爸爸就听到了枪响 倒回去一看就看到周克华腰部中了一枪 吓得不清了 他赶紧赶紧就往家跑 可是在警方眼中 周克华的反侦察能力和应变能力 那可都是非常了得 警方知情人士说 作案前踩点过程中 他用帽子口罩严密的包裹自己的脸 从不显露阵容 好让监控拍不到脸 而除了保护住脸部之外 周克华甚至连走路的步态都进行了精心的伪装 那么在作案前的视频中 警方发现周克华走路的时候 外八子非常厉害 以非常夸张的幅度左右摇晃着肩膀 而作案之后 走路时肩膀温丝不动 帽子口罩都摘了 还架着一副眼镜身上穿的就是一身不知从哪弄来的 就是军官的冬季长服很斯文 和作案前的样子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你看周克华的反侦察能力极强 连到网吧上网的时候 吃的那个瓜子壳走的时候都要自己收走 就这样的一个人都能在警方的层层布空的天罗地网中多次逃走 2011年6月28号 周克华在长沙枪杀了一名工地老板 有目击者说他作案之后是从容东去 这样一个人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能在早上六点多就被人认出 还能让人看到他腰间的手枪 而且周克华对枪械很熟悉 他被人称之为爆头男 也证明了他一枪爆头的枪法绝非是浪而虚明 可这次在重新拒捕的时候和警察仅距离三米 他连开三枪却无一命中 比方说他和那王警官之间三米距离无任何遮挡 爆头男出枪抢先射击 结果居然把子弹都打到了王警官脚边的地上 他到底是枪械高手爆头男 还是菜鸟出来打酱油呢 住在现场附近的双铃皮鞋厂棚的徐红帝说 说早上六点多不到七点多 我就到外边听到了三声枪响 我是第一个出来看的 当时就看到有人倒地 可是和周克华正面冲突的王小瑜和周静却说 他冲我们打了三枪 我们打了他四枪 就把他灭掉了 如果警察说法属实 那么总共应该是七枪 怎么在现场目击者的耳朵里边只听到了三枪 有人中枪倒地前 另外的四枪的枪声到哪里去了 而且周克华被击毙了当天 媒体披露的过程有好几个版本 一是他被警方击毙 一是自杀 一是先中枪后自杀 后来重庆警方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地说明周克华是被击毙 这个我绝对相信 王小瑜说周克华是被击毙的 这么凶残的罪犯不会自杀 有人仔细观察了一下细节 发现情形并没有那么简单 据警方证实 在发生对射枪战的时候 周与警察是面对面的 王小瑜是这样告诉央视记者 我们当时和周克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但是周克华却是太阳穴重担而亡 按子弹必须直线行径的轨迹看 这只有三种可能 其一是周他犯傻了 宁扭过头去把太阳穴送给子弹 其二是重庆警方配备的魔术子弹会拐弯 其三那就只有他自杀了 央视新闻频道在14号的10点39到10点49 对击毙周克华的两位民警采访时 民警周静说 他说看他倒在地下 我们就慢慢的接近 但随后记者问他击中了周克华什么部位 他说打完以后我们就撤了 法医可能要尸检才能说具体的部位 反正是要害部位上身 从业25年的老警官了 这么大的射击性命的枪战之后 怎么不马上保护现场 马上掉救护车抢救嫌疑人 留活口 撤 现场就是你的战场 你撤到哪里去 还有人提出了不明就里的事 在离枪战现场很近的地方 那就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我们湖南京市的记者都到过这个摄像头的下边 其实公开监控探头里边 枪战的内容 公开周克华被击毙后的正面照片 也许一切就大白于天下了 所以中上我坚信 重庆警方 他们一定会公布死者的正面照和现场的监控镜头的画面 将那些质疑的谣言要打得反碎 还有人对现场的政务产生了联想 他们认为周克华的穿着 与警方的一个便衣很相似 都是类似款式的上衣 类似的胯包 类似的眼镜 还有疑似带警方的钱包 而且插到了一代身份证上的这个照片 看着像周克华本人 但是却是方信 那么现场展示的证据是一张重庆到长沙的火车票 根据这些可以猜测 被击毙的可能是一名长沙的便衣警察 虽然长沙公安局的微博长沙警士发出了声明 说警察长沙市公安局并如方斌此人 但是我们也知道警察也分刑警罚警御警 有人在湖南日报的2011年10月14号证件作废的栏目里边 看到了这样的一行字 方斌遗失警官证 号码为箱字第1804428号 还有昨天出现的什么周克华的尸检照片 有人拿他和通缉令上的照片对照 像与不像 这个我倒是看不清楚 我就奇怪这个照片是谁发的 这到底是不是周克华的尸检照 是或者不是 我只信重庆警方 请告诉我 我们都应该相信重庆的警方发布 难免会出现过度质疑 这需要理解 但无论官员公布的是不是真相都要怀疑 无论政府推出的是不是善政都要怀疑 这种怀疑固然说明了一些人对相关官员的成见 但也说明了曾经有不少官员太爱作秀 太喜欢说假话 太善于演戏 以至于今天你说的实话 人们还是不相信 这就是说假话的代价 要修复公众对权力的信任 不能单独的依赖于公众的改变 更需要权力的自我修复 比如绝不可再造假 不可再愚弄民众 终于上我真的觉得法治日报的这些话说得太好了 给力 面对大家的怀疑 我还是会相信重庆警方 但是你必须提供更加互相印证的证据 更加通顺的逻辑 更加真实的视频和照片 更加科学的说明和解释 有了这些 就可以来攻破那些流言蜚语 我相信他们会做到 而且一定要做到 对待罪 我们都是非常的痛恨 我们需要人民警察的保护 我们老百姓把部分的自由让渡给了警察 但让渡的前提是绝对的信任和忠诚的保卫 信任就如同一岁的小孩的感受 当你把他扔向天空的时候 他还会含笑 因为他知道你会接住他 这就是信任 击毙汉匪不是警方的终极目标 让老百姓得到安全感 那才是人民警察真正的工作目的 当老百姓的不安 没有随着被子弹打中的尸体同时倒下时 周克华就没有完成死去 昨天 广西又发生了枪击案 又是一枪爆头 坊间说法 捕风捉影 我还是在坚定的等待 重庆警方一定会给老百姓说清楚 不得了 哎 哎 哎 黄 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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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